520刚过 民进党政府执政满一周年 根据TVBS的民调满意度28% 是过去历任民选总统 就职周年调查当中最低的 其中在两岸政策的部分 两岸关系极动 首当其冲的就是观光旅游业 第一季的来台路客同比跌了四成 虽然积极在推动新南向政策 吸引东南亚国家的游客 不过对于相关业者来说 少了消费力强大的路客 营收还是有不小的落差 业者都得要另谋出路 高家福张立凌报导 这是2017年5月的维格丙家 这是2015年11月的维格丙家 一样是门市人员介绍推销 但过去靠路客团试试模式 打出名号的观光工厂 里头最常听到的声音 已经不再是首席的大路口音 我们的营收大概每个月都是 二三十%的下滑 所以经营上面就非常的辛苦 面对镜头董事长孙国华坦言 这一年来真的只能用苦撑来形容 过去同一个时段 游览车一辆接一辆 光接待就得花上大量人力 招牌凤梨酥更是一炉接着一炉 没想到才一年光景 以往总是被塞爆的一楼大厅 大部分时间空荡荡 本来卖都不够卖的商品 变成库存货 甚至爆出篡改保存期限丑闻 据调查维格丙家为了节省成本 用酒精涂销有效期限 再重新打印 最后把这些预期品 放在五股的工厂单点贩售 包括董娘在内 一共四名员工坦诚犯案 日前分别以150万 20万交保后船 金字招牌遭重创 但面对陆客团 数量跳水式下降 其实维格营运早就出现困难 来台陆客结构改变 过去主攻陆团的维格首当其冲 像是瞄准观光客的士林门市 就因为业绩严重下滑 在今年三月黯然熄灯 2012年维格丙家得到上海 复兴集团3.6亿元投资 卖出两成股权 在上海开旗舰店 市场横跨两岸 发展到现在的 所有的成本 所有的一些都已经 规模都已经放大了 所以现在来接受这么少的一个 接待那么少的量的时候 在经营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等不到路客 维格只好慢慢转型 配合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 门市导览员都开始寻找 具备东南亚女系人才 现在接待的主力也从路客身上 转到 那个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不同地方的消费习惯是不一样的 东南亚国家游客同样来自热带国家 凤梨酥优势不在 维格额外开发果干 休闲食品 还打造清真专区 可以说是另类的硬币质疑 它蛮喜欢果冻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我们那个海产品 像雪鱼片啊 高兴一点要吃高兴 他们对价钱比较敏感 我们就把大核的十颗庄的 就把它改成五路十颗庄 经过这样子的时候 我发觉其实销量是可以提升的 我关掉了 为什么 我都没有客人啊 我不关掉火神瓦斯啊 等不到客人上门干脆关火省钱 TPBS中国进行室团队 半年前采访专卖陆客团的牛肉面店 业者当时就大喊业机惨兮兮 快要撑不住 老板有可能会考量做 弹性放五星价的部分 对 就是让店能够在营运再撑下去 结果一等再等 状况还是没好转 赛指服上台之后 两岸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连专门经营陆客的牛肉面店 都拉下这样的一张公告 贴出的公告酸溜溜 宣布结束营业同时 还写上陈蒙政府得正 毕竟路团减少是事实 就必加业者选择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盘子里 这一年来的话基本上它有一个结构的转移 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是属于中小团体 差不多十几位二十位这样团体是变比较多的 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比较好的 他们就是比较愿意在 就是消费在台湾的一些伴手里 像我们店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这种比较低单价的产品 他们就很愿意把手上的一些 比如说零钱 他们要回国之前的一些台币 他们会花掉 原本的小配角变得抢手 促使业者更积极开发不文化商品 只要自己的产品 它的包装得非常的好 有一定的质感程度 我觉得自由行客人 他们愿意消费的一个金额 其实是相较于旅行团团客室 空间还要好的 装育员的手没空休息 九份老店人气依旧 不过实际收入却没有想象中的好 东南亚的客人有增加 只是说陆客就是整团大团的减少 蛮多的自由行的是还有 所以这两项比较起来 就是觉得陆客 因为陆客对我们这个来说 他接受度比较强一点 新南巷政策提出快一年的成效 是慢慢的浮现 像是在九份老街这里 人潮跟过去相比其实没有差很多 但看到更多的是东南亚游客的面孔 只是单就消费仪来说 业者表示陆客的出手还是相对大方一些 商品招牌羽种除了中文 英文 韩文 现在还多了泰文 今天老店也要拼新南巷 很多那种就是越南 泰国来台湾玩 可是消费也没有提高 就是跟陆客还是有差 就是他们十个抵不过陆客一个 跟陆客不一样 东南亚游客逛景点 消费大多以长鲜为主 花的钱相对就少 因此就算东南亚旅游人次 2016年整体提升约20万人 还是难以弥补 流失掉的60万陆客 就是像我们这种 他就是买一两颗一两颗这样子 不会买这样一整盒这样子 他们就一整箱这样子 根据我们台积院的估算 大概每100万的观光客 可以为台湾大概带来 10亿美金的观光收入 陆客去年就少了60万 今年1到4月陆客又少了一半 很有可能会少230万 230万它对台湾的外贸观光收入 可能就会少23亿 23亿美元是什么概念 台积院表示 以台湾一年200亿外贸顺差来看 占了十分之一左右 人潮没有带来前潮 也难怪观光业较好远天 两岸气氛不太好 所以当然陆客他有他的自由选择 那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能够去开辟其他的客员 这个这也是一个现实状况 想一想都可以吃它 可以想想看哦 跟陆客相比 东南亚游客不只少了文化认同感 居住地的天然景观也相似 如何找出吸引他们的特色 比人来更重要 不然到头来就账面数字亮眼 民众恐怕仍旧很无感 TV新闻张丽玲高家福台北报道